我們之前一條片是講這個牛內裙inside skirt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我們這次用這個位置 不過是來自一隻和牛的inside skirt 用它來做一個牛肉當飯 非常之簡單 醬汁是非常之好吃 加上那個牛的香味 實在是屈肌 最重要是這些下欄東西其實根本不貴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們這次又做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這次用一些之前介紹過的部位 這個叫做inside skirt牛內裙 這次這件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牛內裙 就不一樣 是來自澳洲的蛇和牛 我們上次做的一件是來自美國的安格斯 雖然大家都是牛內裙 但是其實那個美國安格斯的牛的grading 跟我們蛇和牛的grading又不一樣 這次這個蛇和牛的脂肪分佈會是多些 會是滑些 雖然是inside skirt 但是都應該是可以做到一個大家追求那種口感 除此之外 大家都知道 inside skirt的牛味是非常之重 還是直逼這個封門樓的 記得用這個優惠碼會有折扣的優惠 留意一下 除了在網上購買之外 大家都可以在牛衣的門市買到這件肉 我們這件的四和牛的inside skirt 就重大約是1.6kg 這個是一個從來未經過急凍的超貨 冰鮮來到的牛小排 冰鮮來到的牛內裙inside skirt 有outside inside 大家看開不熟不吃都知道什麼部位 是類似什麼味道或者是哪個位都在那裏 牛的味道是從包裝湧出來的 這件肉是可以做到很多很多餐的 就很視乎你家庭的size 我們兩口子的 起碼吃到五、六餐就可以了 我們拆開包裝 將它打如有的血水就夾出去 不要 然後就可以 改肉之前如果我們不印乾它 我們稍後改的時候就很辛苦 很大件 瘋了 打開它之後其實它是兩塊肉摺在一起 所以下一件非常非常長的肉 就非常非常重肉味 而且不貴 這個是最重要 經常都說這些位置下欄的東西都不貴 不要順便切 就可以了 我們不斷以都說一下怎樣去改肉 蒸肉 其實我們的原理就是要把表面那些很硬 一塊白色的膜或者是那層東西就飛走 那個做法就是在一邊挑起 然後用刀打橫 就慢慢就將那個表面就剔去 其實就不難做的 不斷去重複這個步驟 就可以將這些韌或者叫肥的部分就去掉了 那為什麽會有這些位置呢 大家要知道有時候我們買這個西欄肉眼 其實我們很帥氣的回來 買回來就馬上煎得 但問題是當中其實有很多很多步驟 要獲得到這些部位那些其實都是錢 即是大家在買那些肉 西欄也好 肉眼也好 那這些那麽普遍 那麽喜歡吃的部位 其實都要一些功夫才獲得出來 那我想說這些cutting 即是inside skirt 這些 其實是不是那麽普遍的 那當然 近年都很普遍 以前應該就絕對不流行 或者是我想大家的爸爸媽媽 如果不是湯牛 改牛 或者是賣肉的話 應該都不會聽過這個字 是很正常的 真是以前一點都不普遍 根本都沒有人帶入屋 即是以前那些人買肉 就是賣肉 即是我要肉眼 我要西欄 我要牛樓 這些是最多人熟悉的部位 那但是去到什麽東西 封門樓 又牛內裙 沒有的 那所以其實近年來才多了人帶入屋還 但是其實那個成本 那些人怎麽去賺你錢 就是要幫你去改肉 假如大家比較下 大家出去買這些精肉的部位 即是牛內裙 封門樓 那這些其實全部那個每100克的價值 都是貴過你自己買一件回來自己改 那當然 那個人工 燈油火納 這些一定要計算 只不過你家裏自己改的 你是功夫多了一些 其實不是很難的 那你想一下 其實你有把刀就做到的了 那我們改完之後 那些waste 那其實用來做什麽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你可以拿去做牛湯 做汁 或者是打Burger 拿去做Binder 又可以 又或者拿去起鍋又可以 只不過往往家庭就會考慮 我什麽時候才可以用得完這些waste呢 就很少的 但是如果你要快點搞定 拿去打火鍋 那好了 我們說回這件肉 這件肉是1.6kg左右 那其實你們見到我改完小之後呢 是可以分到大約是6、7件 identical的尺寸出來 那這一個這麽細塊的 那很明顯應該就不是適合拿去打火鍋了 整件拿去炆了去 或者拿去煎香 就這樣吃到OK 那順便改完一些未改的位置 某程度上在家裏自己改一下肉 都是一個享受 是學習的一部分 反正這些位置又不是貴 那就玩一下吧 你玩得幾次 改都幾次 有時候一看肉 就已經知道是什麽部位了 那當你在朋友面前 都可以威風一下嘛 那有些人喜歡威風 不喜歡威風就算了 好了 我們示範一下怎樣去切它 那這次我們要做這個一片片的尺寸 所以就要在煮之前先切掉它 留意一下紋理 假如你看到一條條快把是向某一個方向走 你就不要順紋切 你要和它perpendicular 即是垂直 要逆它的紋去切 那我們這個方向這樣看 其實那個刀就要和我們的紋 是成大約是90度的方向 那這一個就是逆紋切的方法 假如是順紋切 就會變得很硬的了 如果說價錢呢 內裙的價錢是會便宜過這個牛板件的 牛板件是更加靚 更加香 還有那個肉質會好些 但是這次用到黃牛的內裙 相信都會不錯的 因為其實我想說這件肉不是經常買到的 有時候在網上你經常都沒有貨 要不就特地要去留 搞清楚是和牛的內裙 不是普通安達斯內裙 那些就容易找一些 更何況這個是超貨 不是急凍貨 因為外面很多店鋪都會用 即是大家要知道 你出去的店鋪不是經常都要用一些很漂亮的位置 去做某一些類型的食物的 要省口味的 是不是 要好吃而已 那不一定要用某些位置 即是你不會用肉眼去做ragoo 對吧 沒有可能 要不你就玩而已 我們搞定之後就可以放少許鹽和胡椒粉 拌好之後用個碗裝起它 這樣就可以開始煮東西吃了 煮東西之前先做一個汁 我們之前做這個肥牛卷的汁是非常相似 只不過是這次的份量多一點 還有豉油那裏就可以攪拌重一點的意思 很多人都說過這個汁是很正的 我也知道很正 所以就保持這個汁的汁底好嗎 好 第一件事就加入3個湯匙的味淋 然後就可以開火 看到它少許微滾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中小火 加入適量的豉油 這個是日本的濃厚醬油 那就加4個湯匙下去 待會要試一試味 假如你覺得好像有點鹹 那就加多點糖 假如覺得它有點甜 加點豉油 砂糖不要忘記 那就不需要讓豉油煮滾 我們拌上它 那些糖融化在汁裡面就OK了 這個汁稍後會跟我們的牛一起去煮 就讓那個牛味道滲透入我們的汁裡面 那整件事就非常非常香 試一試 嘩 正 放在裡面 然後用平底鍋 拿來炒炒我們的牛肉 這個鍋是要那個溫度很高很高去煎的牛 才會煎得香 我們可以下油 或者是下我們牛的肥膏下去煎香都OK 因為我們剛才改牛的時候 有些肥膏的根位是拿出來 那些位置其實你都未必要的 是不是 出煙的時候就可以收回中火 然後你就可以把我們那個牛的肥膏 就放下去煎一煎 放完下去之後就不要攪它了 隨便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那麼快攪它 它會黏的 這些會很壞的 那你們先煎一煎 煎一陣 釋放些油出來之後就可以脫離鑊 就好像這樣 其實這些鑊都很好用的 很難黏的 不過 心急就不行 要等它熱了 油出來之後 那它的東西就不會黏的了 好了 那我們這些油已經釋放得七七八八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牛的肥油拿走 好了 看見有很多好多的油積墜在底裏 保持這個溫度 然後就可以準備我們剛才切出來的牛肉片 就加下去 煎的時候就一樣了 它會降溫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拌一拌 然後才把它養開 否則它就黏到它爛了 那你當它肥牛這樣煎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夠熱的時候才養它 否則它就真是一拉 一養就爛了 那你要煎到它焦香才要再翻它 你看到這些啡啡就不好 還沒得住 就好像這個效果就差不多了 保持小火 然後就放我們的汁水下去 三個 看份量 顏色都很漂亮 你看 拌拌它 好 關火 那有些汁的嘛 甜不甜 有些汁的嘛 不要浪費它 這個汁是用來淋在飯上的 拌飯不特別教 用個漂亮的碗或者是盒子 然後將我們那個牛就鋪上去 記得我們這個牛是趁熱吃 它的味道炒完之後是真的非常之香 連我們剩下那個牛的醬汁都倒下去 那個邪惡程度會倍增 好 想香些的 放些白芝麻下去 灑一些香的蔥花下去 這次用到萬能蔥的蔥花 好 下一步 這個就是optional 你可以用蛋黃的 或者是打一隻蛋下去的 這次我想用海膽 然後就有些魚脂醬剩下 那就放下去了 那今集是一個其實很簡單的改牛的牛丼 只不過是你想用什麼的topping 就自己配搭了 那我有片金幕剩下 那就又用了它 那哪裡買呢 遲些會說的 我們今集很感謝大家收看不熟不吃 那其實是有一點吹水環節 不過就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記得CLS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假如你問那個海膽不用醬油嗎 不用的 魚脂醬就是給它了適量的鹹香 reduce 有一點吹水 有一點吹水